鹿谷香气候温和非常适合茶叶的栽种,是个以种茶为生的乡镇,也是台湾茶叶的生产重镇。 为了行销地方好茶,鹿谷农会也会定期举行茶竞赛。 日前,一年一度的冬茶大赛悄悄展开,茶农搅茶相当踊跃。 办理比赛茶的鹿谷农会有着三四十年的老经验,职员受理搅茶的各个步骤都相当熟悉以及严谨。 议长何胜丰肯定农会用心,期许都能获得好成绩。 每年到这个时候是鹿谷香的重大事迹,就是鹿谷香农会的冬茶比赛会。 今年是特别踊跃,总共有6298件报名,我看茶笼都相当用心在培查,在准备精致的工作。 我们脚查的步骤也是相当严谨,就是这样子下来,长久三四十年下来,所以整个步骤都相当完整。 包括就是从报名开始,他就有领一个就是报名的名号,绞查的时候必须要拿那张名号来绞查。 绞查之后呢,我们顺序就先秤重啦,还有先筛选过,如果是那个茶,有茶末什么我们都会筛出来。 就是说我们希望消费者得到是完整的茶叶这样子。 接下来呢,就过棒啦,秤重啦,然后中间当然也有抽药检啦,这些动作都会完整的来呈现这样子。 那最后我们会取样,取样分三个茶样,一个是药检啦,然后一个是出神、互神,四个茶样。 那一个呢,是展售当中呢,是给客人来做比对用的这样子,那最后再封签。 然后我们不是来绞查的,就有包装哦,是评审过后,有入围的从两颗梅花,三颗梅花,三等二等,头等排名,再特等。 这些有入围的才有包装,那没有入围的呢,到最后我们还是原封的,会请他带回去这样子。 茶农们运着大包小包辛苦种植及用心烘培的茶叶,前来鹿谷香农会搅交,这是一年一度的冬茶大赛,报名件数高达六千多件,竞争可说是相当激烈。 鹿谷香农会相当贴心,共开设五个平台,方便农民们快速搅茶。 鹿谷香农会相当高达六千多年,今年平均都要不错,当年度都同样有挑战,不然也没有好选,这边都希望,都希望能提到大众。 鹿谷香农会相当高达六千多年,今年平均都要不错,因为今年的谷香农会需要时间,需要控制及加工。 因为今年平均有点差别,因为气候关系,气候没有正常,所以这个谷香农会需要拿一些反应。 冬茶比赛是鹿谷茶叶的大事,议员许素霞对于鹿谷农会及茶农们的用心皆表示肯定,相信赛后必能产生不少优秀茶品,借此给予乡内结出茶农最佳的肯定,也呼吁大家共同来支持鹿谷好茶。 鹿谷香农会的大事,就是我们冬茶比赛的高的日子,所以早上我们看到冬茶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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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茶。 我们的半年的一个辛苦,不管说台风管理还是台米的风陪等等,大家所有的地方都非常用心。 今天我们看出这么多农民来这里交代这个情况之下,就是对我们冬会有信心。 也希望今天我们这些所有的地方,我们交出来的地方,可以受到我们的评审的青睐,尤其大家都这么用心。 也希望我们最好的地方,跟我们冬会来做一个比赛,也让我们消费者有一个更好的喝茶的一个平台女。 我们冬会的收线这些地方,真的是它的准确度,跟大家的一个信赖度是最关的。 所以现在预祝我们所有的茶与冬,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。 上千件茶样一字排开,冬茶赛进入初审阶段,由32名平茶师组成的浩大初审团,仔细为消费者把关。 尽管今年雨水不足,稍微影响茶叶的生长,但是台湾有着海岛型气候的优势, 加上茶浓精湛的陪茶茶剂,在国际间仍能够维持住今年冬赛茶的品质。 出品的动作是这样子,我们就是从这个第一个动作就是取样嘛。 那取样我们也之前有这个评审班的这边有一个所谓的SOP的这个演习的动作, 就是说每个细节我们都非常注重。 比方说你取茶样的话,就是到了茶样之后呢, 它是以这个东西南北然后集中起来,然后三个手指头再穿到这个茶样上面去取样。 然后乘了这个三公克以后放到茶杯,包括我们很重视的就是这个开水, 开水也不能够煮的太过了。 因为你开水煮的太过,我们的经验就是茶汤会泛红或是泛绿, 那个就是煮的太过头。 所以你要这个像涡轮一样,涡轮搅拌起来以后你就要熄火。 那那个茶汤冲泡起来会比较有活性, 而且茶香比较能够冲泡的出来。 大概是要在100度,但是100度就是要完全的煮透, 你那个水煮的不透,你如果冒泡的时候大概就是大概95度, 没有到100度。 你要把这个茶壶的中间,就是已经有涡轮的那个中间, 已经涡轮的起来,你才是表示说茶汤有这个煮透了。 煮透来沖茶的话,才不会说有那个木纳不活性的感觉。 那你如果茶汤表现就很重要,这个开水。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评审,就是静置呢, 现在因为怕说这个严格的来执行这个品质,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泡6分钟,然后静置7分钟, 再来品尝。 今年的冬茶呢,香气呢,还有这个甘味啊,都很足够。 然后我们茶笼先生啊,今年的这个烘焙技术呢, 也逐年的这个提升。 所以在质感上面呢,也比往年的优。 所以我们这个鹿骨农会的比赛茶, 茶笼每年这个烘焙的技术啊,逐年提升中。 在评审仔细把关审查下,103年度冬茶赛成绩出炉。 得主是几乎每年都报名参赛的茶笼张朝南。 除了栽培下功夫,他也特别着重茶的发酵程度。 为的就是要维持传统冻顶茶的经典口味。 鹿骨农会理事长也感谢茶笼的用心, 也邀请爱茶人士一起来喝茶。 从开始角比赛茶就很期待, 得到这个特等奖最高的荣誉。 对,我就是保持传统的那个发酵程度, 就是一直保持汁这样子。 得奖关键,应该是天气, 天气还有从基本茶眼的管理这样。 因为雨水比较少的话, 我们高山上的那个雾气还很重, 所以雨水少还不会影响到它的品质。 今年的地味品质非常优良。 大陆都用于最好的地味, 经过它的种植栽培, 用最好的肥料和我们的管理, 拿最好的地味, 经过它的那个巧手的备活。 这已经算是一本那个, 应该算是一种工业了, 一种工丁, 它并不是一个比赛场, 一个小小单位。 因为六千两百八十八件, 每件十三公斤多。 一次的比赛场是, 我们算起来是十多万斤。 这么多量来说,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丁。 这么好的工丁, 就是我们的国庚农会, 这几十年来, 我们所有的农友, 所有的农民朋友, 他用心建立起来的基礎。 到现在, 这年十多的企务, 这是世界第一, 金氏世界纪录, 其他的丹理, 甚至其他国家, 都没有它超越, 这是我们六百姓人的公园。 所以说, 这边的农季比赛场, 报名的踊跃度, 是超过去年。 所以说, 我们来感谢我们, 我们的农朋友, 很长期的, 对我们六百姓农会的支持, 和我们的爱猴。 再来我们的广大消费者, 也感谢各位, 能够对录像农会, 那么用心的支持, 跟爱护, 使用我们的优朗产品。 那六百姓农会, 就是在推动我们的农民的地理, 包括我们这个, 各种农生业, 让我们消育台中, 安心的使用。 在这里, 也是说, 我们要用本土的商品, 尤其我们当年五百姓, 是台湾的相互的百姓, 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广大的使用。 为迎接此次的农茶展授会, 鹿古农会用心设计茶叶包装, 员工们仔细检查茶叶, 乘量、封装、贴标签, 每一个包装环节都丝毫不马虎, 要给爱茶民众最优质的茶叶产品, 尤其包装设有多道防卫便是, 让爱茶民众可以自行轻松把关, 以免买到冒牌货。 议员许素霞, 也肯定农会的用心。 我们看出, 我们农会里面, 我们这些团工, 跟我们这些团工, 跟我们这些团工朋友, 大家都在包装环节。 最重要的是, 我们每年的, 不管我们春季节, 甚至农会比赛, 比赛, 比赛, 这一年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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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今年, 我们这些团工, 虽然说, 在这些团工, 影响之下, 修行不是很好, 品质不是比赛更好, 因为这就是团工的关系, 不过, 也受到我们很多, 我们这些团工朋友, 把我们这些团工, 拿到这些团工, 来做一个比赛。 所以大家, 可以看出, 我们这些团工, 大家都在帮我们这些包装。 最重要的, 我刚才说, 我们农会, 这也是秉持的, 避免说, 我们的社会者, 买到一些, 伪造的这些, 劣质的这些茶叶, 所以, 我们今天, 也有特别, 做到我们的防卫的标章, 这也是, 我们农会一直秉持的, 原则, 我们也说, 来的, 我们这些社会者, 都可以买到, 我们真真真正吃, 在地, 我们农会所, 基本的, 比赛地的防卫的标章, 让社会者, 有一个更好的, 保重。 所以, 在这里也欢迎, 我们这些好朋友, 农会已经出来了, 我们这些好朋友, 来到我们中国, 不要忘记, 我们农会今年, 农会很好, 也很好喝, 大家多多来做, 采购。 陆谷农会, 于茶叶中心, 盛大办理103年, 农茶高级, 农顶乌龙茶展授会, 及颁奖典礼, 当天, 也有许多贵宾丽林, 议员许素霞, 及吴瑞芳, 接丽林现场, 共襄胜举, 议员们, 也祝福得奖的茶农, 并肯定农会用心, 办理比赛茶, 提升陆谷茶品质。 陆谷农会茶展, 今年的茶农, 都非常的认真, 在做茶叶, 今年是, 气候是, 是, 比较不佳水, 但是品质也是, 做得最好, 这些茶农, 都不断地地研究, 做一道很好的茶叶, 供消费者来喝, 希望, 爱好喝茶的朋友, 可以来陆国, 農会, 多多来告白。 可以看出, 早前, 農会非常劳烈, 因为, 很多我们这里, 都把他们, 受众的这些所谓, 拿来到農会, 来做一个展授, 接受, 幸福的, 跟農会的一个颁奖, 尤其, 我们很多社会者, 和媒体也来到農会, 来到農会, 所以大家, 对我们这些, 103年, 到農会, 比赛的一个中心, 陆国乘是, 一个故乡, 在我们全国内, 甚至全世界大地, 最大的茶参, 就是我们陆国乡, 農会所谓的茶叶, 那我们每年, 我们農会, 就是会让我们这些, 地狼来做一个, 参与的话, 就是说, 有很公平的一个, 这些方采, 这些方采, 这些社会社会社会, 大家都是做过, 很专业的一个训练, 所以, 经由他们, 层层的一个, 喝茶的一个, 评审过程, 可以看出我们, 所喝出来的, 不管说我们的, 特等茶, 头等, 还是说其他的, 等级的这些茶叶, 都受到非常公平的, 评比, 所以大家都非常信任, 因为有很好的, 保证价格, 所以, 帝農朋友, 如果来这些, 来做一个参赛的时候, 大家都非常放心, 绝对是买得出力, 也继续买得到, 这些是, 给我们这些帝農朋友, 享受那些一件事, 在这里, 我们希望大家, 这些时间, 我们陆国乡, 带着帝農出来, 非常好喝, 我们希望大家, 可以保有时间。 此次鹿谷冬茶, 虽然气候, 限制了茶叶生长, 然而茶农们的用心栽培, 与激烈的竞争下, 由专业评审选出的作品, 绝对是消费者, 不容错过的好茶。 议长何胜丰邀请各界, 来到陆谷农会, 选购品尝在地优质好茶。 民意新闻熊心仪, 黄碧瑶, 专题采访报道。 解释了干吗? 就筋入口高杂文May